军舰孩子的名男生 男子转个头来 此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丧尸 男子为了避免让孩子因为自己变成丧尸而有危险 用皮带绑住自己的双手 并且把碎肉绑在自己的面前 利用碎肉对丧尸的心理继续行行 终于走到了安全地带 一声枪响 男子倒地了 幸存者找到了孩子 孩子终于得救了 原来男子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全孩子的性命 甚至连行前 他的孩子肚子上写下名字 告诉孩子 你是有父母的 你是有名字的 这种种的细节 虽然没有最白 却能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男子对孩子的爱